這邊我要介紹非其次微分方程式 它的解題方式 非其次微分方程式 我們現在舉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呢 是要解y的兩次微分 加上兩倍的y一次微分 解掉三倍的y y等於四倍的x平方 因為這個問題它有非其次相 或是念成非其性相都可以 它有一個非其性相 這個有非其性相的問題 它的解就會包含兩部分 一部分稱作其性解 一部分稱作非其性解 這個所謂的通解 會包含兩部分 一部分稱作其性解 其性解我們用的代號是 y加一個下標h 另外一個答案是非其性解 這個非其性解 這個非其性解 我們用的代號是 y加一個下標p 那 解題的觀念裡頭 從哪邊 要說明一下 從哪邊找其性解 那其性解 奇性為分方程式 是把非其性相拿掉 才叫奇性 所以我要把那個非其性相拿掉 變成y了兩次微分 加上兩倍的y一次微分 減掉三倍的y等於0 從這邊來算它的奇性解 然後 我還要找它的非其性解 必須要從 原來的微分方程式找 這個由 原來的微分方程式 原來的微分方程式 就是包含非其性相的方程式 是y的兩次微分 加上兩倍的y一次微分 減掉三倍的y等於4倍的x平方 從這邊來求yp 一個是yh 一個是yp 然後 我們還要再想一下 怎麼樣求這個奇性解 基本上是用拆的 就是拆我的答案型態 是跟自然指數的函數型態有關 那怎麼求yp呢 我們想要用代定係數法求yp 代定係數法 它適用的狀況是有兩個條件的限制 第一個條件的限制是 它的這個每一個係數都是常數 第二個限制是 它這個非其性相是簡單的函數型態 只有簡單的函數型 有三種簡單函數型態 只有那些簡單的函數型態 才可以用這個代定係數法 那我們就先算這個奇性解一下 這類的問題 考試的時候不用表達這麼多詳細的內容 這只是希望同學能夠了解一下 如何解題 如何寫這些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算一下它的奇性解 這個奇性解是由這個奇性微分方程式來找答案的 那我們是令我的奇性解等於 exponential的nambidax次方 然後代入所謂的奇性微分方程式 y兩次微分加上兩倍的y一次微分 減掉三倍的y等於0 代進來之後該微分的微分 變成exponential的nambidax次方 微分兩變 加上兩倍的exponentialnambidax次方 微分一變 減掉三倍的exponentialnambidax次方 等於0 微分兩變的關係會有nambida平方的係數 微分一變的話會有nambida乘上2的係數 最後一下不用微分 減掉3 它們都要乘上指數函數 乘上這個自然指數函數之後等於0 因為自然指數的函數形態 不希望它是0 這個自然指數的函數形態 是我假設的答案形態 我不希望這個答案是0 那這樣的話只好安排前面的瓜糊部分為0 這個叫特徵方程式 從這個特徵方程式 我可以找到特徵根 先把因斯登解成nambidax3乘上nambida-1等於0 所以nambida是什麼呢 所以nambida會等於-3跟正1 我把-3帶到假設答案形態裡頭 1也帶到假設答案形態裡頭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算出我的奇性解YH是-3 先帶到假設答案形態裡頭來 另外一個是1帶到假設答案形態裡頭來 然後分別乘上C1 C2再相加 因為我所面對的問題是一個現性又其性的微根方程式 現在我解奇性解的時候 這個奇性微根方程式不只是奇性的 而且還是現性的 因為它是現性又其性的微根方程式 所以我可以把它單純的疊加 算完奇性解之後 下一個介紹我們來求一下它的非奇性解 要算非奇性解的話 要由原來的方程式找答案 我們想要用代定係數法找非奇性解 下一步我們來算一下它的非奇性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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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